想要花手的钱买便宜的二手车 网路上找人代表也是一种方法 据说可以省下一到两成的车价 但是专家也警告 因为没有实体店面 是非常容易遭到诈骗 这台车可以发动看看吗 可以啊 没问题 买车就是要听到这轰隆隆的引擎声 车内功能也统统给它试一回才能安心 以这台跑两万多公里的德国豪华车来说呢 原厂新车价格大概是买两百九十万 不过如果是透过外汇车商买呢 大概只要一百九十几万 而如果你是上网找代标车商的话 大概还可以再便宜十万 所谓代标中股车 就是买家委托商家到大型拍卖场巡车 买的可能是原厂车 水货车 中股车和法拍车 而取得车价可以再便宜一到两成 但就不能试车 请这个代标的这些车商帮你代标到车子之后 隔天款项就要跟这个标厂结清 你如果没有结清的话 每一天会可能增加个一百块钱的停车费 虽说省了几万块的银子 但后续维修保养你放心吗 像是车子最重要的引擎 底盘还有变速箱呢 因为没有办法实际上路 所以你都不能掌握它的实际状况 只能看查定表和外观照片来判断车况 而且买车还得先支付一万保证金 交车后再给代标商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的手续费 而这代标人信用豪坏就是最大地雷 他说的代标 他有可能是真的代标 可是也不排除有一些是拿了钱不做事的 我这边建议是你大概可以买新一点的车 你可能相对来讲 它的引擎跟变速箱状态应该是比较好的 中枪几率就比较低 买中古车管道百百种 外汇车没有原厂保固 但价格能偏移数十万以上 而二手中古车分传统和代标两种形态 不论哪一种还是只有便宜又实在 才能真正搭动消费者 东森台电新闻 红佩玉许禁右台北采访报道